咬著手中的雪克杯 下一秒應該要端出調酒 最近都變成這個 平好 這是您點的雙煮菜便當 這是三杯中捲 跟口水機的雙煮菜餐盒 這個畫面有點衝突 調酒師不調酒了 而是進廚房 下廚去 我們需要找一個新的出路 這個市場上很多人都會做 比如說一般店裡的產品 然後賣給消費者可能比較便宜一點 那我想說這樣子可能 會比較沒有競爭力一點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大眾比較需要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便當 餐酒館被歸類在八大行業 疫情期間禁止營業 零收入 但還是要繳電租付員工薪水 被迫轉型 原本不擅長廚藝的他 跟員工一起研發菜色 在親自外送 豐富的份量 還有超頻價 吸引不少新客上門 他們都說非常好吃 你們就是一間被酒精耽誤的便當店 動作快速俐落 很難想像兩週前 他們都還是新手 現在一天可以生產三千顆 因為疫情轉型的還有花蓮這間民宿 大廳搖身一變成冷凍水餃工廠 所以既然不能到花蓮來睡佼佼 那就可以吃花蓮的水佼佼 自主停業後 每個月虧損好幾十萬 不忍心員工跟著餓肚子 老闆號召一起學習包水餃 也配合防疫規定 每個工作區域不超過五個人 因為停客滯銷的營養午餐蔬菜 他們乾脆把在地小農的無毒食材 加入水餃多種口味大受好評 警戒延期再延期 觀光旅遊業全都受影響 民宿老闆轉型 調酒師也想新出路 解封後水餃便當可能成為新副業 TVBS新聞張正安高志恒 吳玉亞台北花蓮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